新闻大波姐 波姐大新闻 大家好 美国总统的大选辩论 川普和拜登的第二次辩论将在22号登场 而10月7号 副总统候选人的辩论 彭斯对上贺锦丽在7号先登场 交锋了9大议题 而有趣的是 彭斯在抨击中共的时候 中国境内的转播画面突然中断 而到了贺锦丽的时候 画面又突然恢复 那中共这种做法究竟是在暗示什么 又是在当谁的猪队友 那么美国的皮尤中心 最近有一个重要的民调队 14国的民众进行了调查 发现对于中共的恶感 负面的恶感是非常的高 很多国家高达了7成多 甚至最高有到8成6的 创下了许多的历史新高 那么另外一方面 美国国务卿在这样的大背景之下 带着川普总统的指示 出席了美日奥印的四方对话 那么亚洲版的北约是这次的焦点 他受访也表态说 美方希望能够编织出一个 印太安全保障的架构来对抗 中共的威胁 也呼吁共同来保护台湾海峡 和南海等地 而39个国家在联合国 也开了一个新的战线 指责中共迫害境内和香港 而世界也在关切说 中共会不会趁机去侵略台湾 而美国国务卿蓬佩奥 美国国安顾问 欧布莱恩都公开的警告中共 而美军也持续的 在日本的西南方进行军事演习 直到大选的结束之后 那么川普的争取连任之路 看起来对手是拜登 但是更明显的对手是中共 而我们看得似乎 川普正在加速他灭共的角度 也在召集他的印太盟友 加速跟上 这2020的大戏 是不断的有转折 而且高潮迭起 要怎么看戏 我们两位来宾为您深入的解读 日本的产经新闻 台北支局长 石板民部支局长 大家好 讨办总体经济学家 吴嘉隆先生 大家好 美国总统川普在染疫之后 快速的出院又重返白宫 而且过去一天内 都没有出现症状 还出现了对于中共病毒的抗体 他也宣布要为美国的老人 免费提供相同的药物治疗 而他周六就可能会出现在 公开造势场合 那另外一方面我请教石板先生 美国现在已经有十多个州 开始进行提前的投票选举 那您认为说川普染疫这一次的状况 对于整个选情会有什么样的影响 我觉得影响还是蛮大的 就是说毕竟川普他的 在这四年以来 他的所有政绩里边 不管是外交经济都做得很好 唯一的缺点就是在这个抗疫问题上 出现了很大的问题 但是偏偏在这个问题上又出现了状况 所以说他给了一个对手攻击他的一个 很好的一个借口 然后川普很明显就是说 他又有点 我觉得从第一次辩论的时候 他就有一点荒 有一点操之过急 他第一次辩论的时候 就是说他想把拜登一下打倒 所以说一直攻 在之前他攻击 拜登是一个失智老人 各方面的 做了很多让大家期待 他很可能在辩论上一下KO到拜登 结果拜登表现的中规中矩 这样的话 就是川普就想操之过急 然后就加上这个染疫的问题 染疫的问题 明明我觉得 我想周围很多人都说的 你可以多休息几天 三天那么着急出院 而且出院的时候 很明显是拿药物 病情压住的状况出现 过于超级表演 这个就是说让大家感觉到 你的健康确实没有问题 还留下一个巨大的悬念 那么整个这一次美国的选举 就像一个延续剧一样 每一集都有一个高潮 每一个集都会给你一个悬念 那么现在川普就是说 你是战胜疫情的一个英雄 还是被疫情打败的一个失败者 这一点是最重要的 因为我们还看不到结论 那并不止川普本人 整个在白宫里面的社区感染 以及川普的团队 大部分人都染疫 在这种情况之下就是说 你的团队能不能克服困难 战胜 如果他们能战胜病情 在选举之前 基本上全部能康复出来 这样表现的话 我想美国人还是喜欢英雄的 对他选举是加分的 但是如果说有几个人上个呼吸机 有几个人病重的情况之下 让大家感觉到被病毒打得 亏不成军的时候 这个对川普绝对是一个负面的 是 那么逃到美国 这个吹哨这个病毒黑幕的 这个病毒学家闫丽梦 证实说他在中国大陆的母亲 已经被中共第四次的抓捕 那原因当然就是跟他揭露有关 那么不过他在10月8号 继续的释出了他的第二份研究报告 随机这次的疫情大流行 是跟中共的这个超限生物战 有些关联 而川普的私人律师朱利安尼 前阵子也探访了闫丽梦 而且他在日前就连发了三个推文 直接说COVID-19病毒 就是CCP virus 就是中国共产党病毒 那么川普总统他最近说 他感染COVID-19是因祸得福 那想请教石板先生 怎么解读他的说法 我觉得就是说川普呢 他自己的方式呢 就是很明显就是把这一次的 防疫的问题呢 要转嫁到中国上面去 那么当然说 关于这个中国的病毒的来自实验室的这种说法 这种说法呢 在就是从今年1月开始就不停的一直传出来 也有大量的这个怎么间接的证据 也纷纷指向了这个武汉的这个P4研究所 但是说呢 这很遗憾的事情 这种事情的话 如果说中国不开放 让国际社会进来调查的情况之下 这种事情永远是没有结论的 就比如说 我过去做记者的现场 比如北韩当年攻击南韩的这个舰船 好几次袭击 然后又有水雷把南韩的这个船炸掉以后呢 就是北韩就坚决不承认 坚决不承认以后 所有的证据全指向北韩 韩国当时李明波政权也发出了很多证据 但是北韩就通通道也不承认 但只要他不承认 中国俄罗斯就说 那可能我们不知道这是一个谜 然后慢慢慢慢 韩国国内竟然有一群人说 我们李明波政权是不是在伪造证据 这样的一个明明一个非常明显的公案 就稀里糊涂的就过去了 没有任何人得到惩罚 那么现在中国很明显 在武汉疫情这个方向 这件事情的话呢 他就是说我把国内信息全部封锁住 然后呢让你怎么调查 就是不让你来调查的话呢 我们就永远没有真相 永远没有真相 我就一直可以跟你硬拗 就是中国采用这种方式 那么川普讲要中国付出代价 要中国调查的话 那其实呢就是说 要把你整个政权 把你推翻之后 我们再查真相 其实如果说中国硬拗的话 很可能这个事情 后来发展到就是说 变成中国和美国的一种 完全的火车地壮型的问题 就你如果不让我追究 不让我查清楚的话 那我就坚持查到底 你挡什么我就挡什么 对对我就想尽一办法 我要进去查 你如果说不行的话 我在别的地方给你制裁 我甚至不需让你这个政权垮掉 我要把这个事情查清楚 就是因为我觉得川普 他一定是一肚子之气嘛 我本来躺着都可以选上 就是因为这场疫情 弄得现在 我根本就是说选的这么辛苦 这些问题很严重 其实我觉得川普还应该 我觉得 这不光是中国 美国是大家都知道 美国是一个分权 非常明显的社会 那么很明显在很多很多 民主党的执政的州的疫情严重 根本不是总统的责任嘛 现在民主党的偷换概念 把这些责任全推到川普身上 其实这不是很公平的 就是说并不是川普 这个当然有美国的总体的问题 也有美国的就是说社会意识的问题 文化的问题 但是说这个美国的州长 应该很多州的像纽约州 纽约州所得那么多人 他一定是州长有责任 这方面川普他就没有在这方面 和民主党对攻的一个形式 他就一下子把所有人全弄到 最推到中国方向 这种方式是不是一个正确的战术 我们还有在观察 是 十四国的民调 对中共的恶感创下历史记录 而疫情掩盖疫情 是一个近期的导火线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请教加龙哥 就在川普染疫隔天之后 现在川普政策 川普总统的这个 还有整个政府的政策 就是区分中共和中国 美国的移民局在二日公告 对共产党员和极权主义政党 还有一些隶属的组织的成员 不受理他们来申请美国的移民 等于就禁止他们移民了 那么川普在八日说 要让驻阿富汗的美军回家 必须要为这个 因应中国北韩等地的状况 做好准备 所以您怎么解读 川普说放话说 中共要付巨大代价 首先我们讲一下 你刚刚提到共产党员 或者极权主义的政党 跟它的附属组织的成员 不受理这个移民 如果你想想看 假定美中关系恶化下去 甚至于开战 那么开战之前要断交 断交之前 当然是先驱逐 或者关闭领事馆 你如果是拿中华人民共和国 护照已经进来的 我把你驱逐出去 那你还没有进来的 要进来的 我不让你入境 所以你现在看到的 就是不让你移民 对不对 其实这些步骤 就是如果以后会 情况会恶化的话 那他会做这些事情 已经进来 不让你进来 入境 拒绝你入境 已经进来的人 可能注销你的签证 把你驱逐出去 那如果你是公民 你是在美国出生的美国公民 那可能就像当年一样 把你集中关系都有可能 所以这些都是说 如果关系恶劣的话 还有可能再恶化 当然 就是说关闭领事馆 不等于会断交 但是断交的话 就一定要关闭领事馆 这个逻辑上有这个限后 那川普说要中共付代价 就是说我都中了 你把病毒都攻击到我这里来了 甚至于攻击到白宫了 所以他当然要大量索赔 大量索赔的话 还要做一件事情 就是取消他的主权豁免 所以他一定要 他可能重新定性 中共是一个 就是CCP 是一个犯罪集团 或者跨国犯罪集团 他是恐怖主义集团 然后就取消主权豁免 然后可以提诉讼来索赔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他现在做什么事情 十足有名 就是他现在可以 比如说贸易战加关税 然后金融制裁 对个人 对国营企业或者对组织 这个更多的制裁 还有对银行说不定 然后再来拆掉他的防火墙 让那个网路能够通等等 就是说现在美国 可以做更多事情 哪怕是推翻你都可以 是这样 是 那这次大学 通常大远近上 所谓的这个十月惊奇 不过这一次看起来 已经才不到十天惊奇连连 那中共看起来 也是很难熬 尤其是我们国庆 双十国庆又要到了 因为多帮猜想 这个川普这次 会怎么善用这个台湾牌 最近国安顾问 国务卿都纷纷的发话 所以美台关系 会不会是更大的惊奇 这里面可能要 可能会有一些转折 就是说原先我们在谈 美国跟台湾这边建立邦交 我说现在是没有邦交之名 但是越来越有邦交之实 那是现在有一个问题就是 他考虑到用什么方法 来保护台湾 因为台湾太重要 他不可能让出来 因为台湾不只是对美国重要 对日本也重要 那如何用最低代价 来保护台湾 而不必真的付出重大成本 这个美国在考虑这个 所以有一种说法就是说 他可能要直接在台湾驻军 然后来产生这个 嚇阻作用 如果中共打台湾的话 那就等于跟美军正式交战 西班牙用这个方法来 嚇阻中共的军事冒险 可是这样子的话 还有一个问题 就是这样可能还是 代价还是太高 现在美国可能要考虑一个 什么样的方法来保护台湾 因为台湾对美国来讲不能让出来 如果美国让出台湾的话 相当于第二次世界大战 太平洋战争等于白打 美国是打赢了那个二战 那个太平洋战争 打败日本的那些海军空军这样 然后取得对台湾的这个辞职控制 所以如果美国让出台湾的话 那就等于二战白打 亚洲部分 所以他不可能让出台湾 然后他有个办法 就是说 比如说跟台湾建交 承认台湾是个主权独立的国家 可是这样子的话 当然是对中共是刺激 然后建交以后 就可以签共同防御条约 安保条约 然后在台湾正式驻军 这样的话局面是比较僵硬 就是火拼了 那有没有什么变通的办法 你看美国找到一个办法 就是等一下我们要讲到的 那个四方安全对话 里面的亚太小北约 这个办法呢 其实是避免直接去驻军 然后带来更大的风险 我编织一个网 反正你就在网里面了 好 我们等一下来谈 那接着请教师 晚先生您觉得 美国川普会怎么打这个台湾牌 那特别是这个 最近有各方失礼在发生 您觉得美台关系 能够走过这个万重山吗 我觉得就是刚才讲的时候 是首先川普说的 就是中国要付出巨大的代价 这个巨大代价呢 我们好像有点耳熟的话 就是因为在几个月之前呢 王毅跟杰克说过 你们去访问台湾 要给你巨大代价 但是中国从来都是说空话的 因为后来巨大代价就是 有一批钢琴 我不买了 大概相当于700万元台币 后来好像马上就有钱人说我来买 就这么一个就是巨大的代价 但是川普跟王毅不一样 川普从来都是说大话办大事的人 那么他说巨大的代价 我想这有四个 一个呢是经济制裁 对中国 现在已经开始各方面嘛 还有一个南海问题 就是南海可能攻击它一个人工岛左右的方面 然后刚才讲一个索赔 这个发动法律战 对于这个疫情的索赔 是对中国的 然后再有一个呢 就是台湾问题 在台湾问题呢 这个美国呢 具体的台湾问题 我觉得就是说 现在呢已经走得很近了 实际上呢就是说建交嘛 建交其实呢 先是一个经济交流 然后是官方的往来 这两个已经完全无障碍的 可可以在走嘛 还有正下就是安保方面的问题了 那么确实但是 如果双方没有正式的国际 就是两国关系 外交关系的话 驻军确实是有一些问题 但是这问题也是不是不可逾越的 也可以技术性有操纵的 我想今后呢 川普呢就是说 他会几点几步走 一个呢是跟台湾展开首脑会谈 蔡英文跟川普见面 或者就是稍微 或者副总统级也不一定 但是就是双方的政治上的会谈会提高层级 第二个呢就是在军事方面的 就是说在驻军之前 也许是美国的军舰到高雄港 或者是美国的飞机 战斗机停在台湾的这个机场 这是一种方法 然后呢还有一个呢 就是签订某种经济上的条约 或者是有关外交上合作条约 现在美国的法律都是自己 台湾自己定的法律 跟台湾签订外交的法律的话 会刺激中国 然后你中国你愿意跟我断交 你断交我不管 但是说我按照我的意欲走 这也就是中国要付出的严重代价 好了我们休息一下呢 稍微两位来宾回来呢 继续为您点评 这一次的美国副总统的大选辩论 那我们休息一下 我们上回来 欢迎回到新闻大破解 美国副总统候选人的唯一场辩论会 10月7号登场是交锋的9大议题 而例如中共病毒疫情 还有经济加税要减税 或然后中国中共的处理问题 以及外交关系 还有是否要重组美国的最高法院大法官的席次 种族性的执法问题 还有大选之后历次的政权移交的经验 那么两党都是各自评价说自己是获胜的 而台湾美国的媒体也各有立场 基本上都认为自己的支持的候选人好 不过彭斯这次表现 确实有几次让贺锦丽是短暂的沉默 还有陷入尴尬 而且彭斯的表现有几点 是符合美国主流民意 例如是坚定的表达 要追究中共对疫情的责任 那他也说在疫情上 应该要停止用老百姓的声明来玩政治游戏 那么我要请教一下说 因为这次其实外界很少见的重视副总统的辩论 特别是因为两位总统七十多岁 那现在还有人感染 不同种角色可能会很持重在未来 所以你怎么看这次表现 这次表现 首先我觉得就是说 彭斯是一个非常中规中矩的 非常一个传统的 非常典型的一个共和党人 他是非常 就是在保守的价值观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相对起来 贺锦丽是非常明显的民主党人 他的思想是那种所谓自由派的思想 也是非常明显的 那么就是好像是 这个川普跟拜登两个人的辩论 这两个人就得天马行空 一个是就是说 完全没有规矩 可以自由放任 另外一个可能头脑不太清楚 所以这两个人就完全 就是好像体操的时候 这两个人是自选动作 然后这两个副总统是规定动作 最传统的动作 我觉得这个看着蛮有意思 然后这个拜登是很明显的 他补充了川普的弱点 在川普很多的时候 他能够牢牢地抓住保守派的 就是说想法 我觉得他还是相对比较成功的 但是我觉得就是说 我作为一个媒体人 对你刚才说彭斯补足了这个 对彭斯补足了这个川普的一个弱点 我觉得这个搭档川普还是选的这个副手 选的非常正确的 但是我觉得贺景丽表现的也是不错 比拜登强多了 那么但是说我觉得呢 我作为媒体人一个比较担心 觉得比较忧虑的是说 我们发现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假新闻的时代 就是说两个表演之后 做出的民调 美国做出的民调 竟然是偏向他的媒体的民调 这个是这方大胜嘛 偏向他说这方大胜嘛 那说明这两个都没好好做民调嘛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今天 我们在这个社会之中 就是说整个美国社会 也为这次选举完全被撕裂了 那么就是说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美国的所谓的左翼媒体 他们都说这贺景丽大赢嘛 赢了58% 将近60% 但是我觉得就是美国左翼民体的 最近的民调的出来的结果 越来越不像话了 就是比如说最近一个星期 拜登根本没有声音嘛 就川普一个人在表演嘛 对不对 一会儿一会儿住院一会儿出来 一会儿什么演讲 对不对 那怎么可能拜登的支持率 涨了10%左右呢 就是他没有在嘛 这是川普 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快到了选举 越来越接近的时候 这些媒体他们的诱导性的问题 或者是他们在选这个怎么说呢 这个选举的这个民调的这个选样的方式 其实操作的已经是越来越明显了 所以在即使现在这种情况 我认为这场选举还是是这个彭斯越有上风 但是美国的主要媒体说彭斯赢的是很少的 江大哥怎么看 现在我们看出来 那个彭斯他是属于典型保守派 比较传统价值观 这样子 中规中矩的 然后这个贺锦丽他算是所谓左派或自由派 那在一个环容的时候 整个社会逐渐从保守的气氛 保守的价值观 逐渐走向自由派 容许一些 比如说同性婚姻 其他很多这种比较 前卫的或者基金的那种价值观 就会开始出来 因为大家觉得承受得起 现在我们不是在环容的时候 现在我们是在经济衰退的时候 尤其从金融海啸以来 大家在挣扎经济在企图回来 这个时候你要去冲这种 自由派的这种观点 可能大环境并不合适 所以我们现在看出来 这个传统的总统辩论里面 副总统辩论 副总统的辩论坦白讲 对大选的影响不大 那这一次的话特别会重视 受到重视 当然就是你刚才说到 两位总统候选人说 年纪都比较大 然后或者即使 甚至于也可以解释为 2024的前哨战 因为这两个人 说不定会在那个时候 出来参选之类的 然后可是我们现在看出来 贺锦丽她是属于 所谓自由派 前卫派的这种价值观 比如说有什么示威抗议的时候 宁可去怪警察 而不是去怪示威者的过度的行为 如果是保守派的话 会要求你遵守一些社会的秩序 价值观等等 所以你看川普在黑命贵闹事的时候 川普拿着圣经给记者拍照 这是典型的一个保守的传统的那种价值观 那以目前的气氛来讲 应该是对保守跟正统的价值观跟行为会比较有利 现在这种大环境你去支持那种自由派的那种作风的话 坦白讲并不利 并不有利 然后贺锦丽自己的话 因为是律师出身 检察署出身 他对其他很多议题 坦白讲并不熟 所以主持人问他问题的时候 他很多问题是闪避的 然后至于一些重点议题 比如说疫情好了 他讲的那个 主要攻击点在于说川普的对抗疫情做得不好 那共和党这边当然要怪源头是在中共那边 让武汉病毒扩散出来 不是隐瞒疫情 而是扩散出来 可是贺锦丽有一个大问题 因为在美国境内出问题的州 是民主党的州 然后而且那个对抗那个疫情的这种事情 很多是属于地方政府 不是联邦政府的权责 所以川普已经在尽快的时间 切断欧洲跟美洲的大西洋航空 上面的航空飞行 他已经做到这个地步 那个是地球表面上最密集的航线 那个飞越大西洋的 然后这个是联邦政府可以做的 可是地方政府的话 是各州的州长要去管 结果民主党的州 反而是疫情最严重的地方 所以坦白讲 他疫情没办法攻到得分 是 那彭斯跟贺锦丽的交锋的一个 民众最关心的重点 当然还就是美国和中共的关系 要怎么处理 那么贺锦丽说 川普打输了美中贸易战 那么还援引了这个皮油的多国民调说 川普是不如习近平 在一些民调的数字里面 而彭斯都回批说 他认为这样是不符事实的 因为他说 拜登一直是中共的拉拉队 而川普是创造了50万个美国的工作机会 而当彭斯在批评中共的疫情问题的时候 中国转播的画面就突然断讯 那等到贺锦丽回答的时候 讯号就正常 那这个对于现在目前美国的民意社会 不知道是一个 对这个拜登是加分或减分 请教两位来宾 这个美国和中共还有中共的关系 究竟是敌人还是朋友 那贺锦丽的这个辩论表现 有些人质疑说 他将有点在帮这个中共大内宣的感觉 你们怎么看 我们先请石板先生 我觉得就是说 其实我蛮奇怪的 就是他说这个习近平比川普还有强 这句话的话不管怎么样 他都是不应该说的 他说习近平 习近平是一个非常积极的 在迫害人权的一个问题 比如说美国的黑人的人权问题 比起中国新疆的问题 中国在蒙古内蒙发生的这些 剥夺这个少数民族的文字语言的 这方面的人权的侵害 要比美国的黑人的人权问题 要严重的多少倍 而且川普他顶多是 他自己做的并不够好而已 但是说习近平是一个 他是主动一个加害者 在这种情况之下 贺锦丽为什么会这么说 我觉得他是不是某种意义上 是被中国操纵的感觉 就是最近比如台湾 一些退休的将领 包括一些文化人都吞吞跳出来 前领导人 吞吞跳出来就是说 我们这个中国是怎么好 我们是中国人 这方面也是 我觉得他们的表演 也是应该是被中共操纵的感觉 因为他们否定自己的人生 他们认为就是说民主并不重要 民主加自由价值观并不重要 把他们自己的人生 自己当年通过选举的过程 全否定 那么现在这个贺锦丽 他自己说的话 也是否定他自己的价值观 那么比起来的话 那么你刚才讲 如果中国国内的话 把他的彭斯的说的话 全部屏蔽起来 把他的话说出来的话 有可能中国就让自己的国民听 贺锦丽说那句 习近平比川普强那句话 那就可以在贺锦丽 是不是在配合中国的大内宣 我觉得就是说 很多的西方的政治人 我包括日本也有很多 其实在某种意义上 被中国抓到把柄之后 就寸步难行 不得不随着他起舞 所以说我觉得 怎么说呢 这次我认为 在特别的中国问题上 这个贺锦丽的发言 是非常有问题的 当然从一个角度来说 就是对于西方国家来说 亚洲相对比较远一点 那美国是跟他们的关系很密切 而川普上任之后 改变了很多的跟盟友的一些架构 来希望能够共同来因应 中共的问题 那当然就会切断很多利益线 也会让一些人 就还有被讨厌的勇气 所以从这角度来说 我也要请教教授老大哥 同样问题 就是说这一次 美国跟中国跟中共的关系 还有这两人表现在于 美中关系上 他们的发言跟辩论 您怎么看 关于你刚刚提到 中国市场提供 其他国家经济利益 比如说德国要卖汽车 德国的汽车要卖到中国市场 对不对 类似这种 或者澳洲要把原物料 农产品等等 卖到中国市场去 这种经济利益 现在出现一个问题 就是中共其实它的外汇不够 它现在其实没有 那个采购的能力 购买力 所以德国看一看以后 发现不行了 赶快跑回来 赶快站队美国这边 就是说 中共自己的问题太多 国内的 还有那个人权的 像那个对新疆 对香港 还有对台湾的军事恫吓 他处处在展示的是 不遵守国际行为规则 当然也不遵守 他自己的承诺 或者国际协议 那这样的情况 贺锦丽去帮中共讲话 或者说显然在帮中国 圆场 这样的结果 会帮到忙 就是说 现在川普的竞选主题 很明确 就是疫情之前 他的经济数据都很好 疫情发生以后 除了有20万人 因为感染去世之外 然后经济上的衰退 事业的暴增 然后国家花钱 很多财政的透支 对不对 这些问题 然后这些问题显然 是因为疫情而来 然后最后正好还有 所谓的种族 黑命贵的骚乱 这些问题全部是因为疫情 而疫情分成两个层次 一个叫主要责任 一个叫次要责任 主要责任当然是 中共没有去好好把武汉病毒 看管住 它让武汉人跑到世界各地去 听说有六万人 跑到一百多个国家去 一百多个城市去 所以把病毒散播出去 所以这个是现在 现在讲的已经不是隐瞒疫情 而是扩散疫情 那这个疫情的扩散的话 很明显 这个中共无法辩驳 然后它只能说 这个病毒的源头 要查一查源头 因为中共自己知道 它的很多病毒 是从美国偷来的 或者加拿大这边偷来的 所以它会说源头在外面 不是在武汉 可是这个辩解没有用 因为美国有核置武器 没有拿出来丢 美国实验室里面 有病毒没有拿出来放 没有让他们跑出来 对不对 所以现在那个贺锦丽 当中共要讲话 这个好像来攻击 本国的这个总统 共和党这样子 坦白讲它是越帮越忙 因为它现在 等于显示出来 民主党跟中共 站得比较近 站在一起 然后选举的主轴 是美国如何对抗中共 所以它这样讲会帮到吗 好的我们休息一下 晚上回来 欢迎回来 本周最大的焦点之一 是美国国务卿的亚洲行 他到东京和印度 澳洲和日本的外长 进行四方的安全对话 那他也喊话说 要共同的来保护 包括台湾海峡和南海等地 还希望编织出一个 印太地区的安全保障架构 扩大各国的参加 而他出发前也特别说 还是带着川普总统 一些最新的指示前往 那么欧洲也加大了一些行动 来关切印太地区的安全 英国和北约盟友 在本周的这个10月5号 大规模的集结了9艘军舰 包括英国的航空母舰 组成了一个最新 20年来最强的欧洲的 这个航空母舰战斗群 而法国总统 跟日本首相通了电话 说他们要一起作为印太国家 来实现自由开放印太 这个很奇怪 一个欧洲的国家 说他要做印太的国家 那北约的前面书长认为 这些意味着 欧洲军队已经准备好 要到亚洲去维护安全跟航行 自由确保全球自由贸易体系 跟价值 那么请问两位来宾说 第一个怎么看 这个蓬佩奥的亚洲行 那这一次四方对话 达成了战略意义 或者扑下了一个 未来的前路 我们先请石板先生 我觉得这次 我觉得现在看起来 好像是川普政权 其实某一看 好像有点乱七八糟的 想起什么做什么 但是有的是外交 你长期看 它的脉路是非常清晰的 从今年六月份 七月份的时候 美国一直在巩固欧洲 当时其实欧洲的立场 并不是很坚定 但是美国蓬佩奥 去把欧洲的各个国家 全团结在一起 形成一个反中的包围网 的后方固定 那么就是说 后来王毅去 习近平开国际会议 很明显 欧洲对中国的态度是变了 那么受到美国的影响 那么这个欧洲呢 还是外边的一圈 这一次到亚洲来 那么也就是说 美国如果变成一个 围剿中国 形成一个包围圈的话 那么主攻的部队 就是日本 印度 澳大利亚和美国 这四个是主攻 欧洲这些是助攻部队 那么后面还有一圈的拉拉队 这个层次呢 就是弄得很清晰 那么 其实呢 这个助攻部队的 比如说欧洲的国家说 我们也想参加主攻部队 现在积极的也进入印太 我们仔细看 他们都跟印太没什么关系的国家 但是也很积极 那么这一次呢 蓬佩欧到日本去 一个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日本的安倍首相辞职 换成了菅义位首相 菅义位首相 擅长内政 在国际社会上的形象 不是很清晰 那么去确认一下 和日本的关系 在第一时间 这个很重要 另外一个呢 我觉得蓬佩欧 还有一个重要 就是说 亚洲有两个立场 不坚定的家伙 一个是韩国南韩 一个是新加坡 这两个到现在为止 在基本上 国际社会谴责中国 不管是香港问题 人权问题 新疆问题上 这两个都基本不表态 用弃权的方法 那么呢 这次呢 蓬佩欧本来说 去完日本要去韩国嘛 后来说川普得病 就不去了 那你如果川普得病的话 你日本就不应该来 对不对 那所以很明显 他是给韩国一个脸色 让韩国自己 好好想一想 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呢 他的形成的包围网 就很清楚了 而且他们这个包围网的 就是说的话也很明显 我们要形成这种 新的亚太 这个印太小北约的 我们的目的是什么呢 我们要保卫台湾 那么就是 他话说很清楚嘛 那么台湾呢 那个国民党很应景 马上提出一个 要跟美国建交 美国富航的一个标志 所以说 这就好像现在看起来 这国际社会已经 配合了天衣无缝 所以说北京现在 是非常恼火的嘛 天天说那个国民党 你一个猪队友 所以说现在我觉得 这次蓬佩欧来亚洲的 我觉得还是成果非常丰硕的 这样大哥怎么看 那个北大西洋公约组织 已经把主要的威胁 从俄国转成中国 所以现在欧洲人 用北约的那个名义也好 还是个别国家也好 来参与印太的话 其实有根据 因为连欧洲都感觉到 尤其是像这种病毒 攻进欧洲 让欧洲人这个 很糟糕嘛 情况 所以对欧洲国家来讲 关心印太是很自然的 现在以前不是 因为以前的话 北约主要是在欧洲防毒 对付的是俄国的威胁嘛 这样子 那现在我们看出来这个 四方安全对话 要打造一个印太小北约 这里第一个概念 它是一个集体安全机制 或者架构 换句话说 你攻击 这个架构里面的任何一个国家 似同对全部的国家的一个攻击 所以呢 全部的国家都有义务 这个来换击 就是它这种是集体安全这种架构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呢 它那个日本这边 从黄海东海这边 然后呢 有几个比较宽的那个海峡 像宫谷海峡 还有上面 那个九州跟琉球这边 可能也有一些距离比较宽阔的 中共的那个海军空军可以 或者航空母舰 可以穿过这些 好像是属于国际水域的这个空间 然后现在日本呢 就把飞弹部队对准 来封锁这些可能的缺口 所以呢 从日本琉球到台湾到巴士 台湾海峡然后巴士海峡 然后进入南海 这个第一岛链现在变成 严格看守 就是把中国的那个远洋海军都把它封住 让中国只剩禁阳或禁岸而已 这是第一个 然后呢 南海的部分更有意义 就是南海是这个潜舰的深水区 所以呢那边也要对付这个 中共的核潜舰基地在那个 海南岛的那个亚龙湾那边 这是再一点 再来呢 印度那边是属于要让中共有两线作战压力 那边是陆地的 这刚刚讲的这边是海面上的 然后呢最后还有一个东西就是俄罗斯 这个亚太的这个小北约 因为印度这边陆地 然后俄罗斯另一头的俄罗斯 这边在东北边界也摆重兵 所以呢一旦有什么战事的话 那海面作战的话 印度这边也会有陆地作战 然后俄罗斯那边也会趁机参加进来 所以中共会变成海面的压力 跟陆地的压力通直爆发 那这些那个印太这个组织的话 关键地方就是刚才斯坦先生说的 台湾 整个印太小北约的关键位置在台湾 然后呢问题是台湾都没有 还没有被邀请 但是整个集体是这样 如果美国要来保护台湾 我刚才说 如果代价最低的本来以为是那个驻军 但是驻军没有 驻军成本还是很高 那建交的话也很麻烦 现在用那个印太小北约 取代建交跟取代驻军 你现在如果打台湾的话 如果台湾在这个架构里面的话 你就似同打日本 打越南 打印度一样 所以变成说集体防卫机制出来 这个下主力量就到了 就不用美国自己派兵来台湾 把问题搞得很严重 不用 你用这个集体架构 是 那我再请 最后想用一个各种一分钟来总结 然后我想再追问这个石板先生 就是北约前秘书长昨天说 如果中共攻击台湾的话 以任何形式攻击台湾 会引起美国的坚决的反击 接下来就是回应 那接下来他认为其他国家会跟进 而且他认为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 会是保护台湾的核心力量 您对他的这样的评论你怎么看 我认为当然这样 现在就是过去全世界 过去美国对台湾采取战略模糊的方式 现在美国是越来越清晰了 美国一清晰以后 全世界也跟着不得不表态 那么现在中国如果说要打台湾的话 那么就是说 虽然这70年以来 中国一直想打台湾 但是为什么没打呢 因为他怕美国介入 但是现在呢 他的打台湾的机会 已经彻底失去了 就现在不但是美国要介入 全世界都要介入 而且大家觉得争先恐后的介入 如果现在这个时候不介入的话 那么将来会让美国觉得 你是我的阵营 你不出力的方向 所以说呢 就是变成一种 强倒重轮推的情况之下 所以说我认为 台湾是越来越安全 是 就是我们现在要考虑到台湾的角色 是说 中国如果宣称 他的崛起或者经济崛起 是和平崛起的话 第一张骨牌 第一张四金石 就是对同文同种的台湾 是不是用和平的手段 来解决政治的分歧 如果对台湾做武力威胁的话 不但是打破他自己的国际行为规则 不遵守国际行为规则 然后也打破他跟美国建交的时候 的一个前提 就是以和平手段 处理两岸的政治分歧 这样子的话 等于在破坏东亚的和平与稳定 也破坏整个国际秩序 跟它镇压香港 破坏人权 是一样的意义 所以现在台湾要有这个防卫的决心 同时也可以期待 国际上的共同来帮助台湾 是因为台湾是考验中国的第一张骨牌 第一张骨牌 对 好 非常感谢两位来宾 金片的分析 还有观众朋友的参与 新闻大破解关键2020 我们下次再见 哈喽各位观众 感谢您的收看和支持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的话 请记得按赞 并且订阅我们新闻大破解的频道 并且要记得要开启旁边的小铃铛 按下去之后 会定期的接收到我们最新节目的通知 那么如果您对我们的节目 有任何的感想或心得的话 也欢迎您在下面的留言区 留言来和我们交换意见 新闻大破解的节目是定期更新 每周晚上9点半会定期更新 我们下次再见 by bwd6